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通缩短了宜兰的交通距离 也让蓝阳的美食成为国人的热门朝圣地 今天节目要带大家造访的是一家 不管是当地人或是游客都大力推荐的鹅肉民店 除了招牌菜色鹅肉外 老板更另辟一个美食秘境 用新鲜食材美味汤头打造的涮涮锅餐厅 马上跟着镜头带你一次认识两样 非吃不可的蓝阳指标美食 这间店门口挤满等待入座 以及点菜人潮的店家 就是位于宜兰赫赫有名 人气破表的鹅肉民店 而忙着招呼客人的 就是鹅肉店的掌门人陈宁顺老板 小时候家庭贫困的他 凭着过人的毅力 及对于料理的天分及热情 一路从学徒做起到开设人气响亮的鹅肉餐厅 去年四十四年了 我小时候比较开心做了 虽然石材竟然说了 虽然做三个月没钱了 他认真要教 我做三个月教 他就叫做三个月 我就做半年出来就贵了 而目前这家鹅肉店 也已经传承到第二代 陈伯豪手中 肩负起延续鹅肉店 好名声的重责大任 因为爸爸开了久 因为四十四年了 如果就是中途没有开了 就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很多人的回忆都在这家店 有些人从年轻到 知道当阿公阿嬷都有 或者是交往的时候来吃 吃到节温都有小孩 再带小孩来吃 所以就很多回忆在这家店了 所以还是要延续下去 开店迄今几十年来 没有制式化的菜单 顾客必须亲自到前台当场点菜 店内除了选用当天县载母鹅制成 肉质鲜嫩Q弹多汁的招牌 必点鹅肉外 更不乏许多让人赞誉 有加的人气美味 因此让店内慕名而来的人潮 始终川流不息 我们从路港来的 口吃的东西都传遍千里了 所以我们是慕名而来 口感太好了 有那个古时候的味道 在宜兰美食界以鹅肉打响名号后 在今年一月 陈老板又另辟了一个美食田地 主打道地鲜美汤头 以及温提现在高档肉品 组合而成的精致涮涮涮锅店 成功达造继鹅肉店后的第二美食品牌 我们这边都把它租下来了 然后就还有一部分的空间 店面都还在闲置 然后就一直没有在使用 然后把它想说 还可以再做另外一样生意 然后刚刚又冬天 然后我们就想说 可以做个火锅看看 涮涮锅内的所有食材 都延续着鹅肉店新鲜的精神 不管是肉品类 亦或是海鲜类 都坚持要当天现载 及现捞直送 另外在火锅汤头上 也一样不马虎 用真材食料的大骨蔬菜 费时熬煮 它的原味的话 汤头很鲜 然后那个麻辣的部分也很够味 然后所有的食材都很新鲜 真的很值得来 不同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们汤头都是自己熬的 都是蔬菜和中药 下去熬的 没有其他粉或味精 都没有的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汤头 然后像酱料的部分 也是我们自己去拌的 我们的沙茶酱 还有FSO酱 就连我们甜点 都是自己下去做的 对于这个第二美食品牌的诞生 陈老板有着深切的期许 对于食材挑选处理 汤头烹煮 样样都亲自监督把关 要将鹅肉店的好口碑与生育 延续到涮涮锅来 我过电视啊就是高汤就是 很天然的高汤就蔬菜很重要而已 因为我们把它就是要求是食材一定要用好的 对啊 宁可成本很高也不愿意就是 哪一些可能比较没有那么OK的食材来提供给客人 其实我现在小孩来吃 来吃的 我现在是说 现在最近都开刷刷锅了 刷锅你如果开到温间 我们在生气可以做反应了 慢慢来 下一次来到宜兰 想要好好大胆美食一番时 除了让你顺指回味的鹅肉美食外 现在又多了一样 让你大快朵鱼的极品涮涮锅新选项了 来 锅吧 吃完后吃 最新鲜的食材 和热好吃 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